我看了太阳和地球的迹地也延伸了好多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离太阳越来越远的时候 我们接受到的来自太阳的光线就越来越弱 这个我们好理解,记得远了 地球上接受到太阳的光线越来越暗 这个好理解 但是随着地球离太阳越来越远 往另外一个方向起的时候 发现在那个方向光线 越来越亮也越来越亮 好像在远离这个太阳的地方 往远处去的时候 好像那边远处有个光源一样的 远处光源一样的 所以呢最近几天开始 地球又慢慢又来越亮 我们那个地球离太阳是越来越远了 离太阳,原来这个太阳又来越远 又来越远 这个是我们称为那个叫移星工程 但没有想到的 谁在地球离太阳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发现那个 在远离的方向上面 在这个方向上面 有光源 而谁在那个地球往远处走的时候 也就是离 远离太阳的方向走的时候 发现了新的光源 而这个地球 越是往前面走 这个光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但是目前不知道这个光源是来自于哪里 目前不知道光源来自于哪里 但是光呢 越来越亮了 就相当于我们地球 面对着光源的地方 那一次比较亮 背对着光源的地方 越来越暗了 因为越远离了那个太阳 相当于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我们密集光源 重视到 这个光源来自哪里 那个光源来自哪里 所以呢 今天早上 我就到户外出去了一下 回来就头痛了 然后里面就发现这个问题 发现外面还有光源 好 那知道了 知道了 好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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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